回到TVBS战情室 我是節目主持人錢子 今天我們戶外開獎 來到的地方是台中元寶宮 台中的朋友非常熱情 你們好嗎 好 好 接下來呢 我們聽到了包括選前 已經是倒數29天了 現在風聲鶴唳 包括我們剛剛說到了 從北到南 都有很多的里長 可能被檢調單位約談 理由是 阿共 老共 對岸的共匪 想要影響我們台灣的選舉 對岸想要影響台灣選舉 這是秘密嗎 或者是對岸想要影響我們 這是秘密嗎 恐怕不是 可是真實的事件是什麼 今天 對岸有一個重要的宣布 這對我們 包括在經濟上面 在企業上面 在貿易上面 有非常重大的影響 我們請 鳳馨姐來幫我們解析一下 今天到底發生什麼事情了 來 有請 我已經二十年沒有在戶外開獎 這是我二十年來第一次先給了台中 來 大家掌聲 潘瓦仙 我知道我現在要跟你們說的 中國大陸商務部宣布 台灣違反WTO的貿易壁壘 就是歧視性原則 聽起來很深 但是跟我們每一個人的工作都有關係 我想問問在座的各位 在座的各位有沒有人在半導體上班 請拘售 沒有呢 在電子產業上班的 可能家人有 也許家人有 我的意思要告訴大家 很多人都說台灣經濟不用怕 因為我們出口會照樣的出口 但是那是在零關稅的電子產業 沒有零關稅的電子產業 石化產業 紡織產業 機械 台中機械業工具機是最多的 通通都會受影響 還有農漁產業 今天這一份調查 四十三頁的報告 我知道大家都來不及看 但我幫大家都看完了 四十三頁的報告 我看完了之後 我其實很汗顏 因為對岸把所有的 我們違反世界貿易組織的規定 寫得清清楚楚的 而且世界貿易組織五次警告台灣 台灣知識不理 所以他啟動了調查 他還告訴我們說 現在禁止大陸進來的 兩千五百零九項的商品 是有一千四百多項 都是我們加入WTO之後 我們才擴大禁止 不好意思 我們這樣子不斷地去 佔人家的便宜 可是我們現在不斷地說 你是敵人 我就每天拿著棍子 戳人家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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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到對方生氣了之後 才說 你為什麼不讓利給我呢 民進黨政府一天到晚 告訴我們說 ECFA是糖衣毒藥 可是他始終不肯停ECFA 這一次的調查報告 特別點名 ECFA第二條明確的規定 雙方都有義務 縮減這些貿易壁壘 縮減這些歧視性原則 縮減這些限制 但我們做了嗎 沒有 所以今天 他公佈了這一份 我們不知道要如何的來回應 因為我們確實違反了規定 因為我們確實占人家的便宜 那他能夠採取什麼樣的作為呢 最簡單的方法 中止ECFA 而中止ECFA 對半導體有沒有影響 我要告訴各位 對台積電沒影響 對聯發科有沒有影響 對聯發科也沒有影響 但是台中有非常多的機械業 台灣有非常多的石化業 台灣有非常多的紡織業 這一些產業 它的就業人口數 遠遠高於電子產業 經濟部長王美花 一天到晚告訴我們說 不用怕 他們依賴我們的半導體 那對於這一些 只要提高了關稅 我們就可能失去這個市場的產業 請問一下他要怎麼辦 大老闆沒關係啊 他只要把工廠搬到東協去 反正東協跟他們有ACEP 就可以免關稅的進去 大不了就搬到了大陸去 他們就可以完全的免關稅 可是台灣的大陸進去的 台灣的勞工 我們沒有辦法跟著搬家 這就是我們的選擇 我們今天如果希望兩岸能夠和平相處 我們不要只是想到要佔人家的便宜 更重要的是我們要對等的相待 我們彼此之間禮讓相待 各位我們都說這戰爭跟和平 並不是一個選項 我們當然不會選擇戰爭 但是各位 昨天蕭美琴 她面對政大的學生問她說 為什麼兵役要從四個月延長為一年 她告訴學生們 以色列還要服役三年 她的意思是說一年還不夠嗎 一年還不夠嗎 我要告訴各位 四個月確實不足以訓練一個打仗的兵 一年夠嗎 三年夠嗎 如果戰爭來了 我告訴你十年都不夠 我們今天的問題在於 我們為什麼要把我們的對岸變成敵人 我們為什麼不能夠和平相處 如果我們要選擇和平相處 我們的年輕學子哪裡需要 很惶恐的問我們的副總統候選人 為什麼要延長一年 所以我要在這邊告訴大家 不管是經貿的 不管是戰爭和平的 我們其實作為小老百姓 只有手上一票 做什麼呢 告訴執政者 傲慢的執政者 我們受夠了 是 來 謝謝 謝謝鳳欣姐 我們常常講說 我們是一個小國 可是我們有骨氣 我們不要求讓利 我們要求平等 我們要求尊嚴 這也是蔡英文告訴我們的啊 蔡總統也有這樣講 那ECFA這件事情到底是不是糖衣毒藥 還是說我們把那個毒藥外面的糖衣舔完 舔完之後再把毒藥吐出來 可以這樣子嗎 我不知道 如果可以這樣子 也是不錯啦 我個人覺得 所以到底未來該怎麼辦 看起來阿控已經鐵了心啊 說你違反貿易壁壘多少多少多少 有憑有據47頁通通丟出來了 鳳欣姐都看了 那未來該怎麼辦呢 好 來請教這個宜翔宜翔 來 有點困難啊今天 不會 不會 很開心 其實我真的很開心來到台中 因為我奶奶就離這邊 大概十分鐘的距離啦 所以本來想說 結束沒有太晚的話 過去看一下她 一定要去喔 首先要講 我非常欣賞坐在第二排的大姐 我欣賞妳的服裝 我也很喜歡妳的服裝 我很喜歡這面國旗 對 就是妳 來來這位大姐 站起來給大家看一下 大家不要揮一個手 因為我覺得很勇敢 把這個國旗穿出來 就是要勇敢的穿出來 我自己會回想起 我自己在加拿大當留學生 讀大學的時候 我曾經到我們國慶日的時候 穿著這件衣服走出去 結果我在喝珍珠奶茶的時候 被中國的留學生嗆 說你中文民國不存在 你穿著什麼國旗 這不是給你穿的 早就滅國了 我聽了我覺得很傷心 因為這就是我們的家 這就是我們的國家 所以今天我要講 今天兩岸的議題在選舉當中 我不認為有正確或一定有非正確的選項 但是什麼 我們確實民進黨跟國民黨 對於維護我們的國家 保護我們的國家 保護中華民國有不同的想像 不同的想像取決在哪裡 第一個 我們對於中國它的企圖 到底有沒有清楚的掌握 你知道嗎 這就是重點啊 對岸對我們的企圖 從過去兩蔣時代沒有改變過啊 今天統一是唯一的選擇 和平統一是首選 但是從來沒有排出過 武力統一的選項 馬英九直燈的時候 兩千枚飛到瞄準台灣 從來一顆都沒有撤過 所以這個就是我們面臨的現實環境 這是任何兩黨都不樂見的 但是確實我們都面對的 那如何維護中華民國 我不認為我們今天對於中國 輕忽他們對我們的敵意 是好的選擇 為什麼呢 我剛剛提到中國對我們的武力 威脅沒有改變過啊 這是橫跨不同政黨的結果啊 但是如果今天侯友宜當選 侯友宜過去在新北市 他做的我認為在部分層面上是好的 但是如果他掌握我們的兩岸政策 開放了幾萬甚至於幾十萬個 中國的學生來台灣打工 開放了我們這個所謂的 服務貿易協定CSSTA 甚至於什麼呢 甚至於說願意了解 願意接受中國對我們的不同統戰作為 我覺得這個不是我們該做的事情 而且不是保護中華民國最好的選擇 那該做的事情是什麼呢 其實我必須說 我自己作為民進黨國際部的主任 我對於幾天前 侯友宜所發布的國防政策 我認為這是對的方向 這也是過去民進黨一直來推的 第一個 強化我們的國防戰力 進行非對稱改革 甚至於把我們的兵役延長 從四個月到十二個月 很遺憾的過去 國民黨有部分的立法委員不支持 但是沒有關係 侯友宜支持 願意承接 我認為這是樂見的 是肯定的 但是我們要繼續下去 是 那所以我們未來做出兩岸的選擇 我希望我們大家不要忘記 對岸確實對我們的國家是有企圖的 我們必須謹慎以待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宜翔 宜翔等一下 等一下 宜翔 我可以問 沒有沒有 我可以問一下你幾歲嗎 35歲 好 等一下等一下 這位大姐對你很有興趣 他等一下想要問你問題 可是大姐你等一下 你稍等一下 稍微物照 那我們 你35歲嗎 廷尾幾歲 35 喔 來了來了 PK PK 來來來來來來 廷尾 他剛剛以翔講的話 你同不同意啊 哈 我是三個孩子的父親 你呢 一個 好 沒有你那麼厲害 我的沉重的負擔 經濟的壓力 讓我更感受到 我們的確要捍衛中華民國的主權 但我們一手 拿著 對方的 獲益差 我們不斷的獲利 但我們告訴我們的民眾 這是糖衣毒藥 對 民進黨沒有說錯 這是糖衣毒藥 而他現在吃到了這個毒藥 他上癮了 他不想放棄了 他還想繼續要 他不敢大膽的告訴對岸 我們不要ECFA 因為我們現在 吃著這個他所謂的糖衣毒藥 我們每年享受了多少這樣子的一個經濟 效益 我想問大家 剛剛提到 侯友宜說 開放陸生來台 會影響著我們 我永遠記得我小時候被摧毀 被毀滅的這樣子的一個觀念 他告訴我們 男人找不到 男人找不到 我們怕你死去 要去黑龍港 我們甚至看到 馬英九在開放了陸生來台 我們有賣台嗎 我們看到了當時的前景 現在你告訴我們 侯友宜開放陸生來台 我們的台灣會喪失主權 我們有可能會被侵略 我們有可能會所謂的認同 這樣子的一個主權 會喪失我們所有所有中華民國 對我們有任何的顏面喪失嗎 我要詢問大家 我們最近的新聞告訴我們 有六所大學已經要關閉 當時我們看到了整個開放這麼多的大學 要我們來讀 而我們面對的少子化 我們就需要陸生來台 繼續讓我們能夠延續這樣子的一個大學 而現在看到六所大學已經關閉 有多少人藉此就失而業 我想我要告訴大家 經濟 經濟 還是經濟 我們不只顧好主權 顧好我們應該要的面子 我們還要顧大家的好日子